遭到警方围捕后 跪着被铐上手铐的是 53岁的信心假示犯欧立元 他逃脱18小时 在高雄被警方逮到了 但是为何要逃脱 他则不发抑郁 昨天晚上9点多 欧立元破坏电子脚疗后 从花莲住家开车逃一 警方发现后连夜追查 还公布长相车号全国协巡 今天凌晨2点多 他在台北市大同区 对一名妇女恐吓取材 抢走5000元后开车南下 今天上午11点多 他的车出现在高雄市桥头岗山 接着开上活道 到屏东九炉乡后 又绕回高雄市区 他似乎对高雄不熟 一直开车乱晃 直到下午3点多 警方发现 他出现在钢山交流道附近 立刻围捕抓人 并在他的身上 切过一把菜刀 你为什么要跑啊 他这么远不累吗 对啊 到高雄来干嘛 你为什么要跑啊 假的怎么破坏的啊你 他已被送往事刑大调查 董新闻高雄报导 到这屏下 突起了 靠近 为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